俊里亚北部城市阿勒普是一个十二世纪的清真寺外的一座尖塔 星期三化为废墟 俊里亚政府和反对派互指责对方导致了 韦马亚清真寺尖塔的倒塌 位于阿勒普是旧城墙内的韦马亚清真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之一 俊里亚官媒指责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老师拉阵线在战斗中摧毁了尖塔 一个阿勒普的人权活动组织則表示 是一辆俊里亚军队坦克对尖塔发射一枚炸弹导致尖塔倒塌 韦马亚清真寺几个月以来一直处于反政府军控制之下 在阿勒普市历史古城区中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断继续之中